日常生活當中看到的形狀有很多 我們只約略的找出幾個跟大家來做討論 這些大部分的討論 你們在國小已經有了相當的觀念 我就不再多說 那需要加強的我會再多做補充 大致上我這先寫出多邊形跟絲邊形 等一下呢還會有圓形 那講義我等一下再發給你們 你們先暫時用聽的 在黑板上我先抄三點 第一點多邊形 我為什麼這裡要寫凹跟凸 比如說我們這樣子畫 你會說它是什麼多邊形 一二三四五六 是不是六邊形 對不對 這個你們會判斷 我如果說是畫三 這樣叫做三邊形 大家都會判斷說這叫做幾邊形 那為什麼我這邊要寫一個凹跟凸的多邊形呢 你看喔 比如說我這個地方有四個點 這四個點連在一起 你就說它叫做四邊形 對不對 如果說我這個地方 點了四個點 看到沒有 幾邊形 它也是四邊形 它也是四邊形 你有沒有看到一個是凸的 一個是凹的 看到沒有 這個就是凹的多邊形 這個就叫做凸的多邊形 在國中的討論的題目 還是說它所敘述的題目裡面 它一律都是在講凸的多邊形 不是在講凹的多邊形 這裡先提出來跟大家講 是凹跟凸 那講到這個 多邊形的時候呢 我們有幾個重點 我把它找出來四個重點 多邊形它會有頂點 多邊形它會有對角線 多邊形它會有角度 多邊形會有正的 也有正的多邊形 好 來我們首先來看一下頂點 你看到頂點你可以決定什麼 你可以決定它是幾邊形 對不對 比如說有三個頂點 有一個多邊形 它有三個頂點 那你覺得它是幾邊形 三邊形 還有五個頂點就 如果說我今天有N個點 我有N個點 其中呢 三個點不共線 三點不共線 怎麼叫做三點不共線 來你看 1 2 3 4 這樣是不是有四點 四點 這四點連接起來 我說這三點共線 這四點連接起來 你覺得它是什麼形狀 是不是三角形了 它就不是四邊形 因為這三個點 連成一條直線 你們看到沒有 這叫做三點共線 三點不共線就是這樣 這樣叫做三點不共線 三點共線跟三點不共線 分得出來嗎 分得出來 那至於三點共線的 這樣子的提醒 你們高中就會討論 來三點不共線 那麼N個點 它可以決定幾條直線 這是一個 這樣子的提醒 很多人呢 怎麼背都背不起來 背過又忘 要用隱秘的背 那你要背什麼 背想法 背想法 背什麼想法 我先舉例五個點 五個點 五個點 可決定幾條直線 有看到了 五邊形 有沒有看到這是五邊形 五邊形跟五個點 五個點有沒有一樣 不一樣 五個點跟五邊形是不一樣的 這五個點 可以畫幾條直線 這個五邊形裡面 可以畫幾條直線 事情絕對不會是那麼簡單 用五個點 怎麼可能會出五個點 五個點自己畫畫就好了 它都是出二十個點 十二個點 十九個點 十八個點 有了解嗎 你看一下第一個 你看啊 首先我們來看 這五個點 其中的一個點 一個點 可以連成幾條直線 來各位同學 如果說有五個人 我們現在大家有五個人 我可以跟誰握握手 是不是可以跟四個人握握手 對不對 是不是 來你看 這個點可以跟他握握握手 一個點 看啊 一個點 四條線 請問有幾個點 五個點 看到沒有 這樣總共就是二十條線 對不對 對不對 錯 為什麼 因為 你看 因為 你看 比如說你這個點 是不是畫了四條線 那這個點呢 這個點呢 也畫四條線 有沒有看到 這裡就重複了 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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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還沒有重複 再換另外一個點 這個點 這樣是不是又重複了 這裡是不是又重複了 知道嗎 所以啊 四條線五個點 其實你是 每一條線你都算了兩次 所以你要把它注入二 這叫做 有N個點 三個點不共線 那麼這N個點可以決定幾條直線 這樣有沒有聽懂 有沒有聽懂 套到公式怎麼線 套到公式 這裡有很多個點 很多個 N點 這是第一個點 第一個點 裡面總共有N點 它可以跟幾個人 手牽手 減1還加1還是N 我們這邊總共有十個人 我是其中一個人 我可以跟誰手牽手 是不是九個人 來 總共呢 少了一個人 對不對 那個人是誰 就是我嘛 總共呢 有那麼多個人 那每一條線呢 它都重複 所以說我們要除以二 這就是一個公式 N-1乘以N 除以二 有沒有什麼想法 要不要再多想 不用再多想 你硬硬的背都背不起來 好我讓 開始背 二分之N-1乘以N 不要 你背突襲 你忘記 就像中間像乘以像素一樣 你是會忘記的 上 那為什麼 上底加下底 乘以高除以二 為什麼 我就不騙你 你去找你媽媽 媽媽你記得梯形滅跡怎麼算嗎 我覺得你媽媽都還記得 上底加下底 乘以高除以二 這裡啊 你在算的時候 你就想想看 如果說是你 你可以跟幾個人 點一個直線 這樣知道嗎 那你就可以 找出他的那個規律 如果說是這個呢 我們剛剛已經把這個寫出來 二分之N-1乘以N 這裡呢 五邊形 裡面可以畫幾條直線 一樣 我們這裡有一個點 對不對 這個點 可以連幾條線 它原來是不是一條線 兩條線 三條線 本來是不是四條線 可是 對角線的話 是不是只有兩條 對不對 只有兩條啊 可是它是五邊形啊 五邊 五跟二有什麼關係 是不是少了三 少了三 所以說呢 這裡是五 總共幾個點 總共五個點 每一個點都畫了兩次 所以就除以二 這個是五邊形裡面 可 它的對角線有幾條 那我們當然不是用五邊形 我們要用N邊形 N邊形 它的對角線有幾條 要減多少 剛剛是不是要減三 總共有N個點 除以二 一個是減一 一個是減三 差很多 然後我們這個是對角線的部分呢 就跟你們講到這裡 多邊形的角度 多邊形 它總共的內角核是多少 有沒有想法 吳同學 我現在要叫你算一個 七邊形的內角核 你要怎麼算 我不知道 你忘記了是不是 有教過嗎 國小教過啊 同學 真的沒有 我們只有教三角形 四邊形 四邊形教過 五邊形有沒有教過 教過啊 一定會教 當然教過 真的沒有 是切三角形 對啊 是切三角形 真的沒有 關於國小真的沒教過 不錯 是你忘記了 真的沒教過 真的沒教過 有啦 有教過 我時常教國小 我都時常教 我有教國小嗎 真的沒有 你有教過 你應該是忘記了 那意思是說 就真的有人不會吧 好 沒有關係 我們來上 來看 請問你 你知不知道一個三角形 180 我們就透過三角形 透過三角形 來處理這個 多邊形的內角的問題 這裡有一個四邊形 看到沒有 看到了齁 這個角度 加上這個角度 加上這個角度 你剛剛說了 它是180 那我們現在要算四邊形的角度 是不是這裡有角度 這裡有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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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對 我們從這個地方 霸成兩個三角形 那這個角度 加上這個角度 加上這個角度 你覺得它是多少度 180 好 這個角度 加上這個角度 加上這個角度 幾個角度 180 所以180有兩個 這樣知道嗎 那如果說是五邊形呢 一二三四五 這樣叫做五邊形 固定一個地方 各位同學 固定一個地方 不要隨便亂畫 亂固定 我這個地方也固定 這個地方也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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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它的內角總和是多少 對 是不是180乘以3 嗯 這樣會不會 會 會 真的沒有講 真的我確定 夠我把它強調 我覺得教過 李同學你教過沒有 蛤 李同學你教過沒有 有不同的過 李同學有沒有教過 你有沒有印象 沒有 他說他忘記了 那就是說有人還會 那就是說我 我以為你們懂的 其實你們並不見得 一定都懂 好 好 那來看 請問如果說給你一個十邊形的 難道你要慢慢畫三角形嗎 酷 不要 我覺得不要也可以啦 那如果說你不要畫 那怎麼辦 我建議 想當年主任我 對於這個畫三角形啊 這-2就好了 對 -2就好了 來 想當年主任我 也背不起來 那怎麼辦 那我就這樣 因為你有沒有發現 剛剛那個多邊形 就是每多一個邊形 它就是多180 對不對 我每一次 在算這個東西的時候 我都 三角形 我都寫一個3 180 4 360 5 540 然後再加上一個180 6 720 然後再加上一個180 7 然後就是900 然後再加上一個80 來同學 來同學 就可以這樣子慢慢 慢慢 累加也可以 這樣好不好 不好 這樣算 我這樣才算到 十對不對 算一條我可以花四折 對 可是為了得到答案 負責手段 為了得到答案 四邊形 是兩個180 5邊形 是三個180 來 1跟3 有什麼關係 2 4跟2 兩個關係 5跟3 也是2的關係 對不對 所以 20邊形 它會有幾個180 是8 是不是也是有 會相差2的關係 知道嗎 你要會去 導出這個公式出來 如果你背不起來 照理說 背不起來 怎麼辦 就這樣子 你可以推 因為很好推 你就先找 三角形的內角 四角形的內角 看三四 時間的關係 你就可以找到 二十多邊形它的內角種 總和 這樣知道嗎 有沒有聽到 聽到 好 這是角度 多邊形 它的內角 總和的角度 是多少 N-2 乘以180 內角 那請問 如果它是正 這裡有多幾個字 對不對 有沒有看到正 什麼叫做正 正的意思 叫做 腳一樣 邊一樣 它的內角 它的邊長也一樣 它的邊長也一樣 叫做正的多邊形 正的多邊形 它每一個內角 是多少 同學 怎麼辦 用上面這個 用上面這個 正的三角形 你同學 正的三角形是180度 正三角形它每一個內角是幾度 幾度 幾度 蛤 六 六度 六十 對 六十是怎麼來的 為什麼除以三 因為它是正的三角形 是不是 答對了 好 如果說 我正的N邊形是這樣 來看一下 你剛剛有說 一百八要除以三 剛剛你說的 一百八要除以三 然後呢 三百六要除以四 對不對 然後五百四要除以五 對不對 如果它是正的 正的N的多邊形 請問它每一個內角 它要除以多少 你同學 嗯 我覺得你回答不出來 如果你回答得出來 我就覺得 你已經 開竅了 你不要以為 這只是小小的動作 因為這是一個想法 跨越過去 它就突破了自己 請問 你同學 有一個正的N 欸你不要跟他講喔 正的N邊多邊形 請問 它每一個內角是多少 這裡要除以多少 嗯 很好 為什麼除以N 不錯 有沒有人跟他打PASS 沒有齁 不錯 很好 如果說 想過去 你就想過去了 你就有認真在想 因為你可以背 這東西是可以背的 但是我希望你們用想法 知道嗎 這個是 有關於內角的問題 你們有沒有學過外角 還沒有學過外角對不對 要不要主任 賣弄一下 外角多好 你知道嗎 外角就不用這樣 只要 只要 當然也是要有幾個動作 不可能說答案一下子就出來 你腳形裡面 還是多邊形裡面 它有 分兩個角度 一個是 內角 一個是 外角 馬上 抵抖 然後 打抖 到